现场也展示了昆明301严重暴力恐怖事件中 暴徒们使用过的道具和旗帜 而部分胸膝上的鲜血依然清晰可见 中国公安部部长郭升坤也向各级的公共场所防范工作 云南省委省政府有关负责同志 迅速赶赴现场组织指挥处置工作 目前受伤群众救治案件侦破等工作正在抓紧进行 看望慰问在事件中受伤的群众 孟建柱强调各级部门要全力组织救治受伤群众 依法从严惩处暴控分子 并坚决防止发生类似事件 我认为现在最重要的话呢 是一定要举行的判断 作案的传统民宿和他的抹后情况 这个是最要命的事 如果说我们漏了一人 如下了其他恐怖分子 还在平民或者还在云南 将是一核冰水炸弹 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社会稳定 一位在恐怖分子刀下侥幸逃生的民众 就会